那么在今年的8月 花莲黎明教养院等慈善机构捐款的系统被骇客入侵 诈骗集团成员是再度假冒机构人员 谎称扣款系统出错来进行诈骗 花莲县警察局新市警察大队 获报之后是分析犯案的手法 和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 征二队来共同共组了专案小组来侦办 成功逮捕取款的8位车手 诈骗集团会先用不当的方式 来取得这个捐款的个资 再交给诈骗机房 机房成员首先会假冒 食尚机构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捐款者 先会扬称你捐款的之前的资料来取得信任 再谎称诈骗捐款账户出错 会接到银行行员的电话 要重新设定捐款账户 诈骗集团分工细密除了有人专责取款外 也有人负责收购或骗取人头账户 以假冒慈善机构向捐款人谎称 误设分其付款的方式进行诈骗 在今年8月花莲黎明教养院等多家 慈善机构捐款系统被海客入侵 花莲县警察局刑事刑警大队 在火爆后分析方案手法 发现范贤取款地点多在中部地区 研判有地缘关系 立即与台中市警局刑警大队 共组专案小组争办 专案人员弃而不舍 抽丝剥茧 由监视器画面来比对犯贤 确认犯贤的身份 日前在台中等地区 陆续查获 履姓犯贤等8人到案 分析这个案子 这个至少有18名被害人 骗及团台各地 诈骗所得新台币 约新台币300万元 全然以涉嫌诈欺 组织犯罪 依送地点署侦办 在此呼吁民众应提高警觉 接获不明电话 应仔细查证 切勿落入诈骗集团圈套 花莲检警会持续打击诈欺等犯罪 维护社会治安 保障民众财产安全 据了解 这批被逮捕的车手 平均年龄都在16到30岁之间 都是涉事卫生 遭到金钱迷惑而误入歧途 但实际上 车手只能拿到提领账款的 1%到2% 或日薪新台币2000元 却因一时的鬼迷心窍 遭涉嫌诈欺 组织犯罪等罪嫌 移送法办 实在得不偿失 记者许立琴 华链士报导